一次一百多人参加的毕业旅行 妙龄女孩却神秘失踪 嫌疑人虽有五人 最终却无法定罪 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 有为何至今没有找到尸体 紧密犯罪心理还原事实真相 大家好,我是老孙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讲讲这起至今没有破获的失踪案 纳塔莱霍罗威出生于1986年10月 她的父母93年离婚 2000年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 嫁给了一位商人 他们也跟着继父搬到了阿拉巴马州 2005年5月 她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 按照惯例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毕业旅行 而这一年他们将前往阿鲁巴岛 进行为期五天的毕业旅行 阿鲁巴岛隶属荷兰 处于南美洲北端和加利比海南部 原住民有印第安人血统 截至2019年岛上的人口约为11万 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旅游业 因为地理位置优越 环境优美 每年都会有很多北美游客前来旅游 曾被旅游杂志评为最安全的度假天堂 2005年5月24日 纳塔莱和120多名同学 以及亲民领队 乘机前往阿鲁巴岛 领队每天都与同学见面 以确保一切都很好 由于人数众多 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 5月29日晚 同学们组织了派对 还喝了很多酒 这段时间 纳塔莱也喝了很多 每天都处在醉酒状态 5月30日凌晨1点30 有同学看到他和另外三个人 开车离开了夜总会 第二天所有人准备乘机返回美国 其他人都在 却迟迟不见纳塔莱的到来 等了一段时间 人也没有出现 领队们在酒店的房间里 发现了他的行李和护照 人们意识到 可能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便报了警 毕竟是外国游客失踪 警方便开始了进行小范围的搜索 纳塔莱的母亲和继父 第二天也赶了过来 几天下来 依然没有找到 6月6日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搜索 6月7日 人们也开始在海滩附近 开始张贴寻找纳塔莱的骑士 在搜寻的同时 警方也在盘查 最后与纳塔莱接触过的人 最先进入人们视野 当然就是带走纳塔莱的那三个人 他们到底是谁 离开夜总会后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开车的是迪帕克 当时他21岁 还有他的弟弟萨蒂什 萨蒂什当时18岁 他们是一对来自南美国家 苏里兰的兄弟 还有一名荷兰籍学生 范德斯洛特 当时他17岁 他是荷兰司法部官员的儿子 他们说纳塔莱和他们 的确共同离开夜总会的 而这一过程 也被他们的朋友看到 离开夜总会之后 因为纳塔莱想看鲨鱼 他们带他到了一处海滩 还参观了该岛西北角的一座灯塔 然后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 把他带回了酒店 他们还告诉警方 可能是因为他喝的太多 纳塔莱当天晚上 跌跌撞撞地返回了酒店 但是是酒店保安过去搀扶着他 他们便回去了 奇怪的是 驾驶酒店的工作人员 和纳塔莱的父母 查看过监控录像 并没有看到女儿 被三名男子送回来的录像 如果正如他们所说 那么最后见到纳塔莱的 就应该是那个保安 6月5日 阿罗巴警察 以涉嫌谋杀和绑架罪名 拘留了酒店的两名保安 这两名保安 分别是28岁的亚伯拉罕琼斯 和30岁的尼克约翰 他们都在纳塔莱失踪后的一天辞职 这样的举动显然很不寻常 这两名保安坚称 他们当时并没有见过他 而辞职也是他们计划中的事 纯属巧合 没找到更多的证据 纳翰和琼斯 于6月13日获释 未受到任何指控 纳塔莱的母亲 贝斯霍勒维也见过他们 他觉得被拘留的那两个保安 和自己女儿的失踪无关 而那三个送纳的来回饭店的男人 才是最大的嫌疑犯 他认为水讯工作近代缓慢 只能说明警方有意偏袒那三个人 同时他还表示 另外三名嫌疑犯 肯定对自己的女儿干过什么 贝斯说那两名保安 看起来和我同样的意外和吃惊 警察不能总是盯着这两名保安 而是要查查那三个人 的确如同贝斯所说 如果保安是清白的 那么那三个人就是在说谎 当中一定有什么隐情 6月9日范德斯洛特和卡尔伯两兄弟 因涉嫌绑架被捕 和一开始他们的回答有些不同 一开始他们说把纳塔莱放到了酒店 然后被保安带走 现在他们的证词都一样 就是范德斯洛特和纳塔莱 在云米小屋附近的万豪酒店的海滩下的车 范德斯洛特提到 他把纳塔莱留在海滩上 自己就走了 如果是这样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是很不正常 即使有怀疑 最终也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 只能将他们释放 当时警方还对他们三人 实施了电话和邮件的监控 没几天 在范德斯洛特家人的压力下 监控被撤销 从这之后 阿罗巴的搜索队 700多名志愿者 荷兰的海军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50名荷兰士兵 和三架荷兰空军的F-16飞机 都参与了搜索 潜水员也在海岸中搜索 仍然一无所获 美国各大媒体也开始报道 纳塔莱的斯东岸 他的亲友也为他祈祷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是活的 还是早已不在人间 案发后 贝斯就住在女儿住的酒店 几天高强度的搜索工作 已经让他非常疲惫 他自己的体重也减轻了很多 晚上总是睡不着觉 到了12日中午 他在酒店召开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记者会 并表示自己对阿罗巴当局非常不满 他来阿罗巴已经好几天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事情也没有任何进展 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女儿 他就永远不会离开阿罗巴 记者会结束 他还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 他一直认为 那三个人一定和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 他们很清楚 那天晚上带走自己的女儿是为了什么 阿罗巴的司法部长 却否认了贝斯的说法 拒绝透露案件的进展 并说明警方仍在调查 还无法下结论 12日当晚 阿罗巴总理 在当地的一党电视节目上表示 警方正在尽一切的努力 并力争尽快解决问题 6月22日犯德斯洛特的父亲也曾被捕过 并于26日被释放 在之后 纳塔莱的继父也表示 他们还要组织一次全新的搜索行动 还提供了10万悬赏来征集线索 之后则提升到了25万美元 为了只找到纳塔莱的尸体 在高度奖励的刺激下 的确出现了更多提供线索的人 经过进一步的确认 这些人是为了领取奖励而编作的谎言 或者是看错了 在那之后 也抓捕了一些嫌疑人 中英证据不足 而将他们都释放 2007年 那三个人曾再次被捕 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证据 又再次的释放 此后案件就停滞不前 没有任何突破 2012年1月12日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法院 正式宣布 18岁的纳塔莱霍罗维 在法律意义上死亡 由于没有找到尸体 也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就这样成了一桩迷啊 很多人猜测 那三个人造成了纳塔莱的死亡 或者是被别人卖掉了 范德斯洛特在之后 曾提到过 他杀害了纳塔莱 还曾提到过 他把纳塔莱给卖掉了 不过这两种说法 之后将警方证实 他都是因为想敲诈 纳塔莱的父母 而说的谎言 由于人们知道的信息 并不全面 则无法做进一步的猜测 那么我们来看看 范德斯洛特的结局 2010年6月7日 他对另外一个女性 弗洛雷斯进行抢劫 并造成了对方的死亡 于2012年1月13日 以谋杀被定罪 并判处28年徒刑 他并向弗洛雷斯的家人 支付75000美元 这个日期 就是纳塔莱宣布 法律上死亡的一天之后 这或许是一种巧合 在判决的几个小时后 他被转移到 更高的安全监狱 预计将于2038年6月10日 获释 再次老孙奉劝出门在外的人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特别是女生 前段时间就有过 迷晕自己朋友的案件 一个平时人处无害的人 却做出了如此令人发着的事 总之晚上不要玩得太晚 也不要喝得太多 虽然和谐社会 这样的事情几乎不会发生 但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么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